哈喽大家好我是酷子 哎嘿又来给大家介绍数据包了 MC的真实性其实一般 也没必要有那么高的标准 需要求一个沙盒游戏嘛 哎今天介绍的这款数据包 就叫做真实MC 但是据我实地探究 似乎这真实性 实在还是堪忧啊 话不多说 先开几数据包试试吧 哎 屏幕上方出现了一条蓝色镜头条 英文的大意就是口渴的意思 正常来讲 一个成年人一天大概要喝2000多毫升的水 更何况游戏内的角色 可能是两米左右的大高个儿 一天不喝连水都不渴 的确不太真实 真实世界的人 离开工具就寸步难行 但在游戏中 甚至还能徒手伐木 既然是为了游戏性考虑 当然视频包开起后 徒手伐木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撸掉木头后 直接扣了6滴血 这 撸个四块人都撸没了 只要手持工具撸木头 才不会扣血 但这个特性实质上是在自欺欺人 手上拿了任何一个东西 都会被算作是工具 撸术就不会扣血了 数据包中似乎还有一个特性 才在历史上会扣血 但不知为何没有体现出来 有可能是版本问题 为了挺长时间 这顶上的扣扣植子 已经岂岂可危了 玩家需要通过喝水 牛奶 一祸食吃西瓜 来为食体内的水分 否则就会获得凋零效果 把铁块给拆了 做个铁桶出来接牛奶吧 啊这个老铁牛皮啊 直接穿墙攻击 这回卡好了点 愣住了吧 造铁桶出来就可以接水了 可惜游戏中 不能直接用铁土扭引一空 只能通过玻璃瓶来喝水 讲究 诶 这啥情况 把水带在沙子上 直接就起火了 这春神数理包还真就 一点也不真实 喝牛奶的确能快速补充水分 但不知道能不能喝保实度一样 叠加很多隐藏保实度 多喝一点吧 呃 好吧 走几步就又掉口可直了 看来这玩意儿还真就没隐藏 这一说 过来个去 这打死了个村民 直接就被船送了 而且背包里的东西全被清空 这惩罚可比被铁哥打严厉多了 真实数理包中 还添加护甲的重量效果 可以看到穿上铁甲的时候 移动速度还是正常的 但若是穿上了最强的下戒合金装甲 移动速度就会变得非常慢 冲刺的速度大概只有原版走路的速度吧 但也很好破解 只要边走边跳 速度还是很快的 那么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是酷子 希望的视频不妨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